花蓮市109学年度与文竞赛的成绩揭晓 一共有66人获奖 23号的下午 施工所在民意国小活动中心 举办了颁奖表扬活动 市长卫家贤特别肯定获奖学生 并且希望代表花蓮市参加全线比赛的52名选手 都可以齐开得胜 为学校以及花蓮市来争光 小朋友哥哥充满自信上台接受表扬 从花蓮市长卫家贤手中获得奖状 这是花蓮市工所在23号下午 所举办的109年度与文竞赛颁奖表扬活动 在这次参赛的281名选生当中 有66位获得奖项 市长卫家贤特别到场勉励获奖同学 希望小朋友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我们今天很感动看到非常多的学校 孩子跟老师家长积极的参与 让我们在国与文竞赛里面 那非常多的孩子参加 那总共有66位孩子获奖 那有52位的孩子将代表花蓮市参加 我们全县的一个大赛 我们也期许这些孩子能够像以往一样 都能够代表花蓮县去到全国四处去征战 那也代表说每一个孩子学习的过程里面 都有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指导 让每一个孩子不论在演说的技巧 或足语的技巧 甚至写字、作文的技巧、朗读的技巧 都能够有非常充分的一个学习到他的精髓 那再来就是足语的部分 我们非常感动 很多的孩子都在学足语 那甚至有姐妹们同时都能够获奖 代表说我们推广足语的过程里面 也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家长的认同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相关的一个语文竞赛 那还有更多的协助学校来做一个语文竞赛的能力提升 那期盼我们的孩子不论在作文能力、演讲能力 还有我们足语的一个表达能力里面 都能够有融合到我们家庭跟生活化的一个部分 在这次获奖的同学当中 有52人将代表花莲市在9月27号参加全线的语文决赛 而市长魏嘉贤表示 再陪孩子成为未来的栋梁 是市长及家长最大的希望 花莲市公所会持续办理各项语文竞赛 鼓励更多家长支持推展语文教育 他也预祝参赛者在全线决赛时 能够旗开得胜为学校及花莲市正光 我花莲我家大赛 记者许立琴幻电视报导